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在心思意念上是高贵的 所以他们不是一个封闭的脉 他们不是一个封闭然后很固步自封的这样的一个心思 所以他们是一个开放的心思 是一个良善的心思 而且他们甘心领受这道 甘心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们有极大的热情 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们的心已经预备好了 所以神已经预备好皮利亚的这些人 他们很热切的听到保罗所讲的内容 并且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天天考察圣经 他们天天跟保罗查经 天天研读上帝的话语 他们要知道说保罗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 他们没有跟 这边没有讲跟前面一样 就是跟保罗有辩论 对保罗在铁撒罗尼加是否有辩论 这边没有 他就讲到说这里的人呢 他们的心已经被预备好了 他们有开放的心呢 来领受这个新的思想 并且呢 他们是有极大的热情 而且他们不是一种盲从 他们是天天的来查考上帝的话语 保罗你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 为什么我们以前在腾纳克里面都没有看到 可是你这样讲好像是真的 我们来查考一下圣经究竟有没有这样说 所以保罗用这个字 他们嫌于铁撒罗尼加的人 他们的心啊更加的高贵 所以他们中间第十二节 多有相信的又有犀利尼尊贵的妇女 男子也不少 但铁撒罗尼加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皮里亚传神的道 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 他们又去 他们又去迫害保罗 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 马其顿是个大的岛嘛 所以他们就往南朝海的那个地方去 当保罗前往到铁撒罗尼加教会的时候 有一个人他留在菲利比 是谁呢 就是度假一生 他留在菲利比来兼顾菲利比的教会 铁撒罗尼加我们刚讲到 是马其顿北部最大的城市 也是今天希腊的第二大城市 他的人口非常多 会堂也有很多的拉比 保罗在铁撒罗尼加只有三周的时间 就建立铁撒罗尼加教会 他真的工作非常的努力 我们刚讲到保罗第二次传道的时间 是主后49到51年 而铁撒罗尼加前后书呢 就是在主后的50年跟51年写的 所以几乎是保罗 他离开铁撒罗尼加之后 他就连续写了两封信给他们 我们知道铁撒罗尼加前后书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部分 都是在讲末世 对不对 讲保罗的末世论是什么 但是保罗写给他们的时候 并不是讲说我现在教你们 好像一个新的内容 但保罗写给他们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教导新的内容 而是跟他们复习 说你们是不是记得 我怎么样教导你们末世是如何的 可见他们在末世的这个方面呢 也许受到了很多的试探 有很多错误的教导 来到他们的当中 或者是他们非常的混淆 我们来看一下铁撒罗尼加教会 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来翻到铁撒罗尼加前书 第一章第五节 因为我们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 并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们知道 我们在你们那里 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 所以保罗在那里不仅是 查经跟他们辩论神的话语 也施行神迹 其实让他们认识神 我们来看第六节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 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领受真道 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 所以你看 他在铁撒罗尼加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讲到那里的犹太人 因为嫉妒保罗 而迫害保罗 当然跟随保罗的信徒 也会受到迫害 所以他又再一次跟他们讲 你们效法我们 我们受苦 你们也受苦 你们效法我们 我们效法主 所以我们大家都效法主 就是在困难当中有喜乐 第七节 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 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出来 你们向神的信心 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 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 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 这个铁撒罗尼加教会 他们虽然没有像皮里亚的人 好像有一个开放的心胸 已经预备好来接受这个真道 可是一旦他们接受之后 你看到他们在这里 他们被逼迫 可是充满了喜乐 再来 他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亚该亚在哪里呢 就是马其顿 我们刚刚讲的马其顿是一个长行的 在南部的最大的神 就叫亚该亚神 所以你看铁撒罗尼加教会是在北部的一个城市 对不对 然后他们的信主 他们的信心 还有他们的行为 整个马其顿都知道 而且做了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并且他们才是三周的基督徒 到处传福音 不仅是在马其顿 这个恒大的这个半岛 并且在各处都宣扬开来 所以我们看到铁撒罗尼加教会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教会 非常非常好的教会 第二章 他说弟兄们 你们自己晓得 我们跑到你们那里去 不是突然的 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前在菲利比受害受辱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 放开胆量 在大征战中 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在我们看到 这个圣经上讲说保罗遭受这些犹太人的逼迫 我们虽然知道 就是说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很讨厌的事情 总是有人在后面 一直要逼迫你 可是在保罗这里所形容的 患难 大征战 可见对保罗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 保罗跟铁撒罗尼加教会所澄清的内容 是有关于末世论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在三周以内 保罗就把基督的基础教义非常清楚的 从头到尾的 让铁撒罗尼加人明白 什么样的基础教义呢 在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二节 这样说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懊悔死刑 信靠神 各样洗礼 按手之礼 死人复活 以及永远审判 各等教训 这是基督道理的开端 我们有一套的内容 叫做基督信仰的基石 所讲的就是这个内容 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二节 因为在这里 他告诉我们说 基督道理的开端 是 懊悔死刑 信靠神 各样洗礼 按手之礼 死人复活 以及永远审判 但讲到永远审判 就是末世论 就讲到末世 其实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就应该就是末世的开始 等于神要收亡的时候 神要结束这个时代的时候 所谓结束这个时代就是 他要有一种新的运行 开始的时候 要进入上帝的另外一个进程 这个进程会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可是在这个很大改变发生的时候 他是从前面的改变 慢慢慢慢改变过来的 就像我们 像大家跟随牧师的教导 我们从日光之下 怎么样来认同日光之上的身份 我们的操作 我们怎么样 是你现在回头看 这几年 跟前几年 是不是差了很多很多 我们做基督徒的方式 我们的思想 还有我们形式的高度等等 都是不一样 可是你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点一点改变的时候 我们自己并没有这样的觉察 对不对 到最后呢 你会走到一个地步 你就自然进入到下一个 神的下一个阶段 这些都是属于基督道理的开端 所以我们有这个基督信仰的基石 一共有22集 可是有很多基督徒 他到现在不了解这些的内容 他对于福音的了解是非常浅显的 那我会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讲 你如果对福音的了解是非常浅显的 你就很难得到福音的宝贵 你会跟他更深的赐福 更多的丰富 这跟你的救恩是没有关系的 你若不知道神的更多的丰富 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耶稣基督是主 你还是得救了 可是我们所要的不是仅仅得救 乃是要完成神呼召我们的最高命定 所以如果你没有接受过这些很基础的教导的话 你可以听这个产品 来帮助你建立一个很好的根基 从这个根基往上走 这也是保罗的方式 我们说他年纪只有三周的这样的一个教会 是一个到处传福音 并且他已经在基础真理上站立得稳的教会 保罗在铁萨罗尼加只有三个星期 就被迫离开 他其实是想要回来的 我们看到铁萨罗尼加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七节 保罗说 弟兄们我暂时与你们离别 是面目离别 心里却不离别 我们极力的想法子 很愿意见你们的面 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 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 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病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读到第十八节 当时的状况很困难 所以他就先离开 可是他想只有三个星期的教会 是不可以就这样放着 所以他一直很想回去 一直很想回去 他想回去一两次 可是呢都受到拦阻 没有办法回去 在铁撒罗尼加前书的第三章第一到七节 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 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 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 有弟兄就把他带到海边 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地图 就是很有名的雅典 他很想自己去看一下 他所建立的教会可是没有办法 他就打发这个提摩太赶快去 来兼顾你们 并且在你们所幸的道上 劝慰你们 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 因为你们自己知道 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 所以又再一次讲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预先告诉你们 我们必受患难 以后果然应验了 你们也知道 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 要去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 恐怕他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 叫我们的劳苦归于突然 就很怕他 好不容易传福音 扎下的据点呢 又被一些假先知啊 或者是传邪术异教的人 混淆了视听 变乱了教会 或者是他们遭受太大的逼迫 信心不能够站立 所以保罗担心的事好多 赶快派提摩泰前去 前面我们讲到保罗他先去雅典 然后呢 提摩泰跟希拉就留在皮里亚 来帮助那里的教会 然后提摩泰呢 提摩泰又从皮里亚 赶快先去铁撒罗尼家 因为那里的教会又遭受逼迫发生事情 他去得到了讯息以后 再回去找保罗 那我们现在看回来第十七章 第十四节 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 希拉和提摩泰人住在皮里亚 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 寄领了保罗的命 叫希拉和提摩泰速速到他这里来 就回去了 所以我们刚讲到保罗在雅典 他等提摩泰跟希拉 可是后来他又等不及 他自己又不能够回去看 帖撒罗尼家教会 所以提摩泰去看 然后赶快回去告诉他 状况是如何 第十六节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心里就召集 于是在会堂里 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 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来辩论 怎么保罗以前从来 以前不会在街上跟人家辩论 除非那里没有会堂 对不对 可是雅典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我们知道雅典 他是古希腊最发达的一个城市 他是一个大学城 在这个时候 已经是他没落的时候了 他真正辉煌的时候 是在保罗去传福音的前400年 那个时候他是最辉煌的 他其实就是一个大学城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希腊的大哲学家 都是从哪里出来的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 这些西方一直到现在 还是西方哲学跟思想基础的这些人 都是在雅典教学辩论 发表他们的哲学 所以雅典有很深厚的这种思想 哲学思想的基础 可是很奇特的事情 就是你说这些人都很有学问 然后他们又特别爱拜偶像 雅典的偶像 据说是超过所有希腊城市的偶像的总和 他大概至少有三万个偶像 那曾经有人说 他说你去雅典碰到偶像的机会 超过你要寻找人的找到的机会 你找到一个人还不容易 你要找到偶像就非常容易 到处都是偶像 雅典是一个人文主义 就是人本主义跟偶像崇拜的一个中心 在这里讲到保罗就到处跟人辩论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在雅典 因为他们讨论学问嘛 他们讨论哲学都是会辩论的 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 伊比古罗就是我比较熟悉的中文翻译是伊比丘鲁 然后另外一个是斯多亚学派 什么是伊比丘鲁学派呢 就这个学派啊 他的思想他认为人生的最高主旨呢 就是享乐 所以他是享乐主义的坚信者 也是扩张者 是他把这个思想很缜密的变成一个学问 他认为人在世上呢 就是要享受物质的快乐 肉身的快乐 还有精神上的快乐 人的目的就是享乐 然后他对宇宙的看法呢 就是他认为宇宙的创造是一种偶然的 就很像这个进化论 对不对 是偶然的 这一切我们会变成这么高等 这么精密的生物 这是偶然的 是原子跟分子的碰撞 然后呢 这种很基本的生物 它会演化成高等 大家想一想 低等怎么演化成高等呢 只有高等会变成低等 他既然已经是低等 他怎么可能会变成高等呢 可是呢 就很多人都相信 所以伊比丘鲁认为 宇宙的创造是偶然 是偶然机会所创造的 他否认神的存在 他否认 有物质以外的生命 就是人死了以后呢 就是没有 没有再有生命了 所以他一切都是以当下为基础 当下的享乐为基础 这是当时在雅典很盛行的一个想法 另外一个人他叫做斯多亚 斯多亚或斯多格学派 他的英文叫Stoicism 这个学派呢 也是影响非常深刻 他所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理论 跟是个所谓的自然哲学跟论理学 就是不动心 他觉得一个人呢 他要不动心 他才能够超脱 怎么样不动心呢 就是这个人呢 他不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他不会受到里面环境的影响 他不被得失爱恨所动 什么情绪我都不被所动 我心就是非常的宁静 我不被任何的欲望所动 所以他跟伊比丘鲁是相反对 伊比丘鲁就是享乐啊 满足欲望啊 你才能够宁静 满足欲望 不会宁静 你只是为无穷的欲望 对不对 斯多亚学派呢 就是你要禁欲 禁欲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心才不为所动 禁欲怎么会不为所动呢 他只是里面的惶惶不安 对不对 他对于神的想法 是一种犯神论 他觉得是一种 我们刚刚讲说自然主义 对不对 他觉得自然都是神 就是这种犯神论 他相信命运 可是他虽然相信命运 可是他对于 所有一切事上的事 他都是说 不要有热情 有热情就会动心 动心就带来麻烦 有点像那个 佛教的思想 或什么印度教思想之类的 因为他讲究这个不动心 所以这样的人呢 他是非常骄傲的 因为他觉得有被这个世上 所有一切的得失 或是被情绪情爱 所影响的人都是不能够宁静的 所以这些人他们是非常的冷漠 因为他们能够 他们觉得他们禁欲 他们很了不得 所以他们对于 所以一切事都是很冷漠 这两个极端的想法 就是当时在雅典是非常的盛行的 所以保罗呢 也在揭示上 与这两派的学士争论 有的人说 这个人呢 他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 有的说 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 因为他们听不懂 他们听不懂保罗在说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雅典这个城市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伊比丘鲁的 这个学派讲的享乐主义 其实他跟这个地域很有关系 就是这个地区很有关系 雅典这个城市 雅典这个名称 就是由雅典娜这个女神来命名的 那这个雅典娜这个女神 他有一个庙 在那个时候 在高原上面 他们都会建立一个城 那个叫做卫城 就是用来看守的 他们的卫城 就是在高原地方的这个卫城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庙 叫做帕特农神庙 这个帕特农神庙 就是来向雅典娜献祭的神庙 当时希腊艺术 建筑 美术 雕刻 的最极致的表现 当他跟这些人辩论的时候 他们就把他带到 雅略八股 雅略八股就是 当时希腊的一个法庭所在 那个名称叫雅略八股 也是他们的宗教裁判所 四百年前 苏格拉底就是在这里被处死的 他们会有一群长老来评断 那当时呢 他们就是认为苏格拉底所讲的 这些的学说 对于 对于人是有害的 所以他们就叫苏格拉底喝毒药 就把他毒死了 保罗也被带到雅略八股 然后说 你所讲的这个信道呢 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听保罗讲的新鲜东西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 你在讲什么 好像很奇特 跟我们这里不一样 好像在你身上发生了一些奇特的事 也许是有神经歧视吧 他说 我们想要知道你在讲什么 看到括号里面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 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这是在讲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到雅典是一个大学城 所以在那里的人呢 他们的娱乐是什么 你觉得非常奇特 不论是在那里的客人或是住在雅典的人 他们的娱乐呢 就是去听一些新鲜的事 然后来散步给别人听 所以有些人就是听 就是作为他们的娱乐 听这些新鲜的事 有的人就是说 这就是他们平常的娱乐 这样子听听说说 把它当作是一件新鲜的事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我想这是一种态度 而且是这个心态不好 只是要满足我们里面 对新鲜事的一种好奇 来调剂我们的生活吧 我发现有很多基督徒也有这种心态 听听说说 到处找新鲜事来听 然后散步给别人听 因为他没有听过这个新鲜的事情 听到以后就赶快去说 听到以后就赶快去说与别人 好像一个传声筒 所以你跟着牧师学习 你会发现牧师非常强调这一点 神的福音跟启示 不是让我们听听说说的 如果有这样的习惯 不仅破坏了上帝的计划 并且也拦阻了你自己成长的道路 很多时候就是神给我们的启示 重要是我们在当中学习并且成长 当你自己都还不知道 你所学的是什么内容的时候 你就把它到处去传播 好像你听了一件新鲜的事情 这时候呢 这些东西它就会被破坏 因为当人们听过以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而且它所得到的只是知识 并不是启示 这是空泛的知识 对人是没有益处的 所以当他在接受到类似的启示 或是真实的启示的时候 他会把它当作知识一样的排斥 这样就非常的糟糕 像我们常常有新鲜的启示 所以牧师鼓励弟兄姐妹们 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肉体的坏习惯 听听说说 或者是你听到这个道呢 你就是好像当下觉得 哇好新鲜哦 好领受啊 可是呢 就好像心里没有根 不能够发苗 这个太阳出来 一下子就干了 根就干了 就死了 或者是说像风一吹 就完全离开你的心 这些都是非常可惜的 在我们领受一个真理之后呢 我们要像皮利亚的人一样 像保罗形容他们 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一种尊贵的形态 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思 去接受上帝的启示 然后我们要天天的去查考 查考圣经 这个查考包括什么 要对我们来讲 是跟上帝之间的沟通 对不对 然后你要去实践他 而不是听听说说 这样子的话 你一生很快就过了 很可惜 没有什么深刻的学习 都在做一个播电台 然后呢 听到的人都不得益处 这样不太好 我们再接下来看 保罗站在雅略八谷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这个时候呢 保罗抓住了他 非常重要的机会 他在路上跟人辩论 然后这里他是被请来讲道 人们正坐在那里 准备听他说 所以我们来看保罗的讲道 都很重要啊 我们以前看过保罗在会堂里面 讲道的时候 他应用旧约 然后他讲到他们的先祖等等 可是在这里啊 这些雅典人 他们的背景是完全完全 跟犹太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们没有任何的背景 来认识基督 那怎么办呢 保罗就他所见 所听所闻 他所讲到的起点 在于人们的认知 他从人们可以认知的程度来介绍他的福音 他不会一下很高调 讲到很深奥 人听不懂 就没有意义 一开始就讲说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他们真的很敬畏鬼神啊 所以他们到处在拜 对不对 我游行的时候呢 就是我四处游走的时候 我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 卫士之神 因为他们很怕 漏拜一个嘛 所以就是把那些 我还不知道的神 也给你一个位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 这卫士之神的椅子 他们给他安排的椅子 这个神是你们所不认识的 而且是你们所敬拜的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们 这个神是谁呢 所以你看他一点都没有冒犯他们 对不对 他只是说 你们已经有在敬拜他了 其实你们已经接受他了 那我只是现在来告诉你 他这究竟是谁 所以非常非常有智慧可以切入 二十四节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足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做师的 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话语 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创造论 你们不知道的这个神 他就是创造天地的主 所以他一讲出创造天地 是有一位神 对就跟伊比纠卢完全相伴 伊比纠卢说什么 他宇宙是自然不小心发生 偶然发生的 就是没有人是主宰 没有神 可是他说 你们拜的那个就是创造天地的主 那他不是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是用人手来服侍的 所以他讲的是什么 你们拜的偶像都不是创造的主 因为创造的主不用住 你为他盖的房子 他也不要你用你的手去服侍他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跟外邦的信仰当中 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是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创造论这么重要 我们的信仰 圣经开宗名义 就是创世纪 神创造 起初神创造天地 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从上而下的 我们认识一位神 他创造万有 他创造我们 他知道一切 他安排了万有 一切万有都在他里面 从上而下 可是呢 地上的信仰是什么 从下而上 人死了以后就变成神 或者是人呢 就是修道 越修越修越修 就是越来越高 就好像那个 我讲过这个 阿米巴原虫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细胞啊 什么原子啊 他彼此碰撞 他是不是很简单 很简单的生物 他自己发展成复杂跟高等的 简单的怎么会发展成复杂跟高等的 如果他可以发展成复杂跟高等 他就不是简单的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从神 从创造 从天上到地下 而出于人的信仰是什么 人本主义的信仰 是我人变成神 人修好变成神 做很多伟大事情的好人 那我可以拜他 他就会保佑我 他就后来他死了以后就像就变成神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差距 如果你可以仔细的想一想 是不是所有地上的宗教都是这样子 这位神不是你给他 而是他给你 他给你什么呢 他将自己的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就是我们所有的源头的起源都是来自于他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说住在地上所有的人 所有的国家 这些都是上帝预先就定准的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传摩而得 他这句话讲的就是罗马书第一章 同样的想法 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 神的事 人所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的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为什么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呢 因为我们看到大自然这么精密的设计 我们就会知道有一位神 有一个设计家 有一位设计师来创造这一切 来做这一切 他不是偶然的 人的心里是知道的 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大自然 你从大自然里面你就可以认识神啊 哪一个国家他的将界是如何 他应该住哪里 这也是神早就预定的 所以你就可以揣摩而知 而且这位神他离我们不远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这一句话是引用希腊的诗人所写的 那下一句就是引用另外一个诗人所写的 你们做事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在这里我找到这位诗人叫做Epimanidis 他是住在克里特岛的 大概是主前六百年的一位诗人 你看保罗多么的博学 他不仅知道犹太人本身的文学 他也知道这些外邦人 他们的文学作品 他们的世界是如何的 这个人这样写他的诗文是这样说的 圣洁至高的神啊 他们为你造了一座坟 格里特人常说谎 又是恶兽又缠又懒 这一句我们是在提多书里面 他有引用对不对 接下来 然而你不是死的 你永远兴起 你永远活着 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 然后另外一个诗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所以他并没有引用旧约来跟他们讲 他引用他们过去的诗人所写的这些文学作品 你看你们的诗人都这样讲了 所以对于雅典人来讲 他是不是很能够接受 保罗真的非常的聪明 非常的博学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第二十九节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 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经营时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见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要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所以他在后面就讲了 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也就是你们所拜的那个卫士之神 他是如此的伟大 他不需要我们去供奉他什么 不是我们给他什么 而是他给我们 他的形象不是用我们人的手 去精心去雕刻出来的这些金银石头 那以前呢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也就算了 对不对 神就不见察了 但是如今他要人们悔改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以前你们没有听过我讲得到 那么神就不见察 可是如今神差遣 我来到这里把这个真理讲给你们听了 你们就要悔改 因为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呢 也就是要按照他所设立的日子 要审判天下 好 所以他其实接下来这一句就说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好 现在他讲到死里复活了 对不对 接下来就要讲耶稣基督了 更深刻的就要讲耶稣基督 可是在这个时候 第32节众人听见讲死里复活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这些所谓的哲学家呀 大学成啊 有学问的人啊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他们认知以外的任何新的东西 可是我都不晓得他们为什么要去拜鬼神 如果他们只觉得在今世有盼望的话 那怎么会去又跑去拜鬼神 这实在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 如果他们能够接受鬼神 如果他们敬畏鬼神的话 他们为什么不能够接受死里复活 所以他们觉得有意思就是 他们可以接受有另外一个世界 灵理的世界 跟他们可以互动 可是他们觉得人死了就不 就是他们不可以接受死里复活 这个很奇特 好 中文听见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绩效他的 我告诉你 告诉各位呢 如果有任何人绩效你 或是你看到任何人用绩效的方式 来对待别人的话 这就是他的一个防卫系统 这是他的骄傲所显出来的防卫系统 如果有任何一个人绩效别人 就代表这个人是非常的骄傲 首先 第二个 这是他的防御 用他的这种的骄傲来防御他自己脆弱而无能的心 所以如果有人绩效你的话你不要生气 你要看到他的本相 而且如果我们喜欢绩效别人或是会有这种绩效别人的这种态度的话 你就要自己知道这是一种骄傲的防御机制 停止 不要这样做 就不合乎你的身份 这些人绩效他 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他们不想听了 保罗没有继续留着他的听众 所以保罗从他们中间就走了 还好他们没有说保罗你讲的这个东西对人有害喝下毒药 他们只是觉得没有兴趣 他们觉得胡扯 他们不想听了 所以保罗也就不想讲了 但是呢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 其中有雅略八股的官 雅略八股的官法官 丢尼西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聪 这可以记载名字的应该是他们的身份地位是蛮显赫的 是在当时具有影响力很重要的 就还有一些人其实是相信的 其实保罗在雅典也建立了教会 而且保罗所在雅典所建立的教会呢 就后来就变成了希腊东正教的起始 是这个希腊东正教的源头 我们知道东正教他比较像天主教 他的有很多的仪式啊有很多的礼仪等等 所以以后有机会我们讲到教会历史的时候 我们再来介绍希腊正教 我们今天呢跟保罗一同走了好远的地方 我们跟他去了菲利比 我们看到菲利比教会他所建立的菲利比教会呢 这个教会是如何他们的特点是怎么样 他们如何从头到尾一直跟随着保罗用金钱来支持保罗 参与他的宣教服事 他们的经历非常像保罗的经历 就经历这个苦难 对不对 所以保罗可以用他所看见他们所看见的 他们所经历的过去的经验来鼓励他们 然后我们又看到铁撒罗尼加教会 这是一个大神机对不对 保罗才在那里三个星期 这个教会就这么样的忠心持守 然后虽然遭到逼迫也照样站立得稳 不仅如此还成为在马其顿那个地方很多信主之人的榜样 并且他们到处传福音 不仅在马其顿还到别的地方 三个星期的教会 哇这真的是上帝的大能 接着我们看到保罗来到雅典 他遇到这些有大学问 这个大学城里面 他所看到的事情 只要我们传 终究是有人信的 所以我们下一次呢 要继续跟保罗到他的下一站 就是非常有名的在亚该亚省第一大城 叫做什么呢 就是哥林多城 这就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城市 我们如果 如果你记得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所讲的这些的状况 你就会知道说 我们下一次就要来看保罗如何在哥林多这个城市里面建造哥林多教会 更多了解刘戴华博士的服饰 及支持荣耀时刻频道 请参阅以下资讯 请参阅以下资讯